最後Testing部分我會用NOJS去講 所以會需要NOJS跟FPM OK 好 那 好 其實在場可能大家都知道他是誰了 不過還是要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我猜有人還是這次來 而且有人可能還是沒見過這個人是誰 所以說呢 我就稍微幫他介紹一下 這位是黃怡勤 Danny黃 我是大統大學的資訊創新什麼社的 反正就是 那個名字我記得 反正就是諮詢相關社團的前前社長 OK 然後他其實在不管是open source的圈子 或者是說在那個 就是說大學生裡面寫程式相關的 都是算是蠻出名的一位的舞 我覺得啦 OK 好 那沒關係我講完你就出名了 所以說各位其實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聽過什麼叫SICCOM 我猜是很少啦 但是呢 其實像SICCOM學生計算紀念會 今年 2013年的總招就是他 明年2014年的總招還是他 OK 所以說呢 如果各位覺得說今天學會的這一些 一些方法 不然是早上摩斯可以講的 那接下來 Danny會講的東西 學會之後 如果你有一些project 那你做出來 你覺得很棒 你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歡迎來投稿 SICCOM的議程現在正在增高當中 那其實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在學校裡面 你自己就有參與這種學生社團 那其實SICCOM是一個怎麼樣 它是一個portal 那希望能夠讓很多學校全台灣各地的社團 這些社團能夠有一個平台 然後這個平台讓大家去發表這些自己的專案 然後讓大家互相去認識聯繫 甚至共同去做更多的open source專案 如果說你今天自己的社團 還沒有變成是所謂的 還沒有加盟SICCOM 我這樣講不好 反正就是 對對對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把SICCOM做為你的portal 在那邊認識很多人 那這個workshop 其實只是我們在SICCOM的這樣的平台之下 辦理的一個活動之一 那當然明年三月份 還有一個大的大會在中央研究院 那其實我們平常也可能會有些meet up 可能辦在各個地方 那這meet up可能是在你的學校裡 也可能是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 我們會去舉辦 那這個東西都請繼續關注那個SICCOM相關的訊息 那Hackathon呢 其實我們之前就是有辦理過一場Hackathon 我們就是也是請 我們正大資科系 就是成功老師也在現場 對 那我們就很謝謝成功老師 跟我們就一起那個就是合作 然後辦理 還有今天這場也是 就是由正大資科系 自由軟體駐造廠 還有SICCOM 這一些 當我們一起來合作這些課程 所以說其實SICCOM活動很多 大家如果想到什麼更新的活動 例如說明年辦個夏令營啊什麼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也可以一起寫Call啊 對不對 就是那個 就是大家一起在海邊寫Call 感覺是不是很棒 對不對 那個電腦壞掉啊 所以說 對 所以說這個今天大家先學會這些東西 然後呢 你要從現在開始呢 就成為一個 Open Source Contributor 去Github真的去寫 然後參與一些專案 你能幹嘛 你明年CostCop就不用搶報名了 你明年就可以直接成為 Open Source貢獻者 對不對 因為CostCop如果你是Open Source貢獻者 有另外一區就是報名區 那它會去審核你 是不是Open Source貢獻者 如果從現在學會了 開始貢獻了 OK 算現在差不多嘛 你看現在是12月 你算到明年報名的時候 大概六七月七八月報名 你那時候已經是貢獻者 就不用去搶票了 不然說CostCop票好難搶 你不一定搶得進去 對 所以說呢 這個大家也是 了解這些訊息啦 那都跟我們繼續互動 那廢話說太多了 我們就開始 就是請Danny來講他今天的Session 好 OK 那我今天要講的題目呢 是 從Running Go的角度 反思自由Running開發 這個題目實在嚇得 有點那麼玄妙啊 然後 其實我自己越想越覺得 這題目實在是 天啊有夠難講 真的不好講 好那 稍微 我覺得因為都寫了零言了嘛 那既然寫了就來看一下 就是 軟體其實 從有軟體到現在 其實發展了幾十年了 那其實 在19 六幾 19八幾年吧 然後發生一些軟體危機 那甚至涉及 就跟人命有關 甚至住人命 所以就 有人提出了一些軟體功能概念 就是希望讓 軟體功能是一個 就是讓它有系統性有規範化 然後可以定量程序化的 去開發跟維護軟體 那 可是 在Opensource發覺當中 你看到會 就是你對Opensource不熟 然後所以看了都發覺就是 嗯 啊這個 project 突然莫名其妙起來了 然後 過沒幾天 然後過沒幾個月再回去看 欸 它幣好大 怎麼追蹤人這麼多 然後就這樣起來了 可是 好像沒有一定的開發流程 就是它的流程 到底是怎麼樣 雖然剛剛Git Git這樣操作 可是好像 後面呢 有Git就可以有這些東西了嗎 有這麼神奇嗎 可是看起來好像沒有一定開發流程 但是其實 造就有很多成功專案 所以 但是其實後面其實依靠很多的管理工具去打成的 只是 這些工具 對於一些初學者來說 其實 有點難上手 因為很多Document都是全英文的 對於學生來說 好像很難上手 對 那 也要花很多時間去看 那其實今天就是希望 就是讓大家去熟悉一下這些工具 就是 我告訴大家這些工具 怎麼去做 然後跟 傳體的軟體工程的概念 又有什麼觀點 所以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OK 那 今天會用GitHub 我上次 先講講 今天會有這場演講的由來好了 那自我介紹 剛剛有講那麼多 就跳過了 那既然要講軟體工程 就要講我們自己開發經驗 我開發經驗 我通常是寫 我好像跟Java很有緣 我又跑路裡Java的魔掌 然後 從兩年多前在寫Android 然後到現在也還是在寫Android 就我的生活就是Java跟Android 對 那 C有寫過一些 有點大的東西 可是 沒有很出來 因為不是太穩定 然後我超愛Bench 對 那對於系統跟網路後段的東西 比較熟 對 所以 嗯 Teamwork的經驗 或許沒有這麼豐富 這些 但是我就是 今天這種東西就是我看過很多 其實我還蠻愛玩很多東西的 所以我會去觀察很多的project 去看看一些東西 所以就是 從我看過的角度 或是從我玩過的一些東西的角度 去發表這個東西 發表這場演講 好 那會有這場演講的原題是因為 嗯 SECON在10月的時候 對 辦了一場 Heggen的活動 那那個活動 我們要求大家把Code 都要做出來 那都要放在Github上面 可是為了擔心 大家不會用Github 所以 就開一場 workshop 叫歡迎來到Github新手村 那講Github這個東西 OK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這個 link 可以去看當時的投影片跟 影片 對 那時候有一個 民傳 就事後 就在那個活動之後 有一個民傳大學的自關所 的那個 O S SYS 其實他的ID好難念 他突然又突然發一通 從About Me 就是因為我前面的 自我叫About Me的連結 那他那種About Me發一通 沒有給過跟我說 呃 他的 論文 他說是論文是要做 跟Open Source Software的 發展程序 模型建構 這個論文 對 那他希望找我訪談 對 那從傳的過程中其實 呃 我想到很多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 那原來 Open Source 十字圈 有這麼多的 可能 就是 原來我們做的這種東西 是有一定 在論文的角度 是 是有 架構的 對 那是有 就是 有那個階段在 對 所以 這邊特別感謝一下他 那 因為我 這份投影片裡面的題目 都是從他跟我訪談之間的題目 就那個問卷的題目 抽出來的 那當然有正確他同意 所以這邊特別感謝他一下 好 那 今天有很多東西會在Github 那 當時在講Github的時候 其實很悲劇 在大行場的時候 Github死掉了 所以請大家給我五倍的祝福 Amen 所以 就希望Github今天不要死掉 不要出事情 OK 好 任理工程 任理工程 呃 這邊有老師在 其實我壓力很大 這場真的不好講 OK 那 任理工程其實就是希望 我剛剛講的就是 系統系規劃方案跟肯定量 那所以詳細請看Wiki 其實 我們學校有開完任理工程課 但是我從來沒有修過 呵呵 OK 那這一些都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在講這一場 才這樣 最好透過 所以如果講得不好的話 請大家包容 那 其實後面 有些提問 問卷的部分 其實希望跟大家有些互動 所以如果你有些想法的時候 非常歡迎你 提出來跟我講 OK 那今天大概講的會是 根據這五個階段 去做一些分析 就是 需求分析階段 那設計階段 跟鑽寫階段 程式階段 還有程式的維護階段 這是通常任理工程大概 分的五個階段 OK 好 好 在開始之前呢 請先大家確定一下 GAL帳號 還有 IRSSI 或是選Z 選一個窗 那 NPM 我希望有NPM 那等一下後面的Testing 才有幫忙跟著玩 好 那NodeJS應該你Google一下 NodeJS應該會找到這個 然後點Download之後 你如果是Windows 就從這邊下載Windows的版本 那如果是Netflix 你就下載Netflix Binary 在這邊 那 Mac你可以下載 Mac的 Installer 或是Binary 然後 可能需要把它加到 環境變數裡面 這樣你調整辦法實用 那如果不會加環境變數 我相信 你作為同便的一定會 對 問你作為旁邊的人 好 那我們來開始吧 Opensource的project的開發流程呢 好像露了一張圖 好沒有 在後面 Opensource的開發流程就是剛剛說的 好像沒有架構 但是其實它有一定的流程在 OK 那其實我們仰賴很多系統工具 所以我今天會從這幾個工具或這幾個系統去講 就是第一開始我很想講 Mail-in-list 那可能大家有用過或沒用過 或者IRC 然後issue tracking system 還有我們會再寫一些Document 我們就寫在Wiki 或者是 然後到最後會講 continuous integration service 那會以 第一個用Google Groups 當作範例 再來是 Chanzilla ISSI Webchat 然後Github Travis CI OK 好 版本控制 早上跟中午後 聽了快三個小時 那 Focus重點 那我今天也是以Git為基礎 其實 版本控制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原本 我排在上午 然後Git排在下午 可是我 我開始想我要講什麼的時候 越想越不對 因為 我的東西是以Git為核心 就是以版本控制為核心 那如果我要先講的話 我就完蛋了 我要怎麼講下去 這樣我等於要花很多時間在講Git 對 所以後來調換一下時間 變成我在後面講 好 那現在看到這張圖 就是剛剛Masky在最後 講了很久的 就是Git的開發流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條 semester 這條 semester 最右邊藍色這一條 semester ok 然後show bug 分一個出去 feature分一條出去 然後再bring bring 最後就是一個穩定版本 ok 這是Git的開發流程 那希望大家剛好 有看懂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剛好聽懂 不知道重複講一次 他有幫我講講 耶 好 那在開始 講其他細部工具之前 先講大家怎麼溝通 在溫柔軟圈 大家全世界有人尊部全球 但是怎麼溝通 大家都像之前怎麼溝通 那先來講一個MailingList MailingList MailingList 有用過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好看來有大概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左右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 ok 有用過 有在用Mail的舉手 平常有在收信習慣 有收信習慣在用Mail的舉手 好 這幾乎快全部都有 非常好 所以有用過Mail 但是沒有用過MailingList 那你通常寄Mail的時候怎麼寄 選擇寄件人是誰 然後就直接寄給他對不對 好 MailingList其實是這樣的 你可以想像就是有一個信箱 它是一個這種記載 你把一封信丟往它去之後 它會把這封信轉到是在這一個群組裡面的人 所以 所以 有沒有想到廣告信 對 廣告信有會這樣幹 就是它直接開一個MailList 然後把所有人加進來 然後就往那邊丟 然後所有人就收到了 所以就是 這是MailList被濫用的其中一種情況 但是MailList其實當初被放明出來 並不是想要被這樣用的 ok 那其實就是剛剛有聽懂嗎 就是 它是一個中記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個中記在 那 你把一封信往那邊丟 只要是在這一個 MailList的群組裡面的人 就會收到這些東西 就會收到同樣的內容 所以透過這樣的東西 我們就能夠去溝通去討論 好的 那這邊 MailList的系統你可以自己建 但是現在大家習慣就是直接用Google Groups Google Groups 雖然它翻作什麼 網上論壇是不是 網上論壇 對 你會覺得很抽象 誰開得懂是什麼 然後其實我們大一的時候也開了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 根本就沒有用MailList的 然後結果大家都把它當成上面的留言板才有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 不是那麼正統的用法 不是那麼正統的用法 OK 那 就以這個當 Sample SidCon有一個叫做 SidCon日常的 就是SidCon General的 MailList 那其實是我們會把一些比較 公開 open出來的消息 就丟到這邊 這時候也歡迎大家加入 就是你可以 登入之後去要求加入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Web版版本 你可以在這邊新增主題 那去寫一些東西 去寫一些主子 那其實看起來就要想Email 對不對 但是其實通常我們並不會 在這邊使用 而是直接開Gmail 然後寫一封信 我這麼怕 好 然後 因為是MailLinux的 所以它會有給你一個網址 就是 就要像我把它貼在這裡 其實SidCon General這一個 Mail的在這裡 就是你往這個Mail發信 對不起 在這個List的人要被我轟炸 只要你把你的信件 就是這裡信件寄到 這一個信箱裡面去呢 它就會 就在這裡面會員 我看一下會員有多少人 好像有多少人 好像有不少人 OK 那就是 這些人 都會收到我手機過去的信 OK 好 我要攔機型了 那如果 你想要回的話 你可以在這一套等一下回 不要一直從這個信箱 我幫大家可以通過 OK 好 你這種發法就是小白的發法 對啊 就 就 就是Demo 還好啦 還好啦 那邊也沒有什麼信 就Demo OK的 然後這樣就發出去了 OK 其實你回到沒有 回到這邊看 有些信箱裡面應該收得到 對 那 不是我的信箱 然後從這一下 那 這邊就會 有嗎 還是會被擋掉 真的太小白了嗎 啊 啊 因為他在這裡啊 對啊 好 所以在這一個群組裡面的人 就會收到這一封信 那這樣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這是一個開發團隊 或者是對這個project有所關注的人 他會去追蹤這個Mail List的人 也就是他會加入這一個群組當中 那 所以 他們就可以透過這一個群組裡面去 互相溝通交換一些意見 那在這邊進行討論 OK 那其實 呃 我們Ccom也是 我們Ccom很多事情都是在Mail List裡面討論出來的 或者是 因為 大家平常沒有辦法開會嘛 就是大家在全 台灣各地 然後 也不是那麼容易碰到面 所以很多事情必須在網路上處理 那就是在Mail List裡面處理 有收到了嗎 喔有了 有了 OK 然後還有人回我就對了 OK 那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大家就全世界的人就可以在這邊溝通 而且 沒有這個東西 Email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會留下紀錄 會留下什麼 就是我們很容易去追溯一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發生 怎麼去 討論出來的 所以Mail List的目的在這邊 OK 所以可以理解嗎 很好理解齁 好 然後 誰回答 好幾天 好 是貌是嗎 好 German 好 真快 好 然後記得就是同一件事情 討論請 維持在同一封 而不是一直建一個新的topic OK 那就在同一封把事情討論定案 但是 那你要不要叫大家直接加入算 可以啊 但是我好像不在這個 我沒有審核權限 對 我沒有審核權 審核權在行政組身上 OK 那當然就是 你可以去按申請加入啦 那一定會有人 會有人幫你審核加入定軍的 OK 歡迎加入 那我們就會把訊息丟出來 OK 那這就是Mail List的 好 但是關於Mail 有一些大小是必須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用Gmail的話 你知道封存什麼的 可以告訴我一下 可以舉手一下 好 很少用 是不是 用Gmail的人舉手一下 好 會用封存的人請繼續舉手 好 可見是少數 OK 就是Gmail裡面 你會滿滿的一堆信 就像我剛剛的Gmail裡面 其實信有一點點多啦 但是封存的目的是什麼 封存其實就是把信 丟進你的全部收件夾裡面去 就是其實所有郵件裡面都還在 有點久 回漏很久 OK 這是所有郵件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 你會希望你的收件夾保持乾淨一點 這邊稍微乾淨一點 全部只有23空而已 對 但是 維持你收件夾是還沒處理的事情 留在收件夾 那已經處理完的事情 比如說剛剛這件事情 那就把它封存掉 所以在這邊就沒有看到東西 就剛剛那東西就不見了 可是它其實還在所有郵件裡面 這是封存的目的 OK 好 那 CCBCC 又過了請舉手一下 CCBCC 副本跟密件副本 OK 有些人 但是並不是所有人 副本跟密件副本 其實你知道嗎 這一頁東西我當初在社團裡面講了兩個小時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可以講過很久 但是就是講超久 因為很多人真的沒有注意到這個東西 CC東西就是副本 如果你進公司以後 你應該就會懂這個東西 就是假設今天 你要寄信給 給你的 主管好了 但是這件事情是你的其他同事也要一起知道 OK 可能它就是 所以這時候收件人是誰 主管 可是要一併知道這些事情的人 列在收件人其實意義上不太對 它應該是副本 就是 我副本你們 但是你們都會知道這些事情 你們只是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你們不是對這件事情的主要負責人 這件事情的主要負責人是那一個主管 OK 所以這是CC 就是副本 BCC 密件副本 密件副本其實現在 大多是用在通知事情上面 那希望就是 因為密件副本不會顯示在收件夾裡面 就是收到信的人不會說 知道說還有誰收到這封信 只要密件副本就不知道還有誰收到這封信 OK 那 這個時候 就可以拿來講壞話 沒有 就是 讓某些該知道事情的人 但是對於 副本到的人 或是收件者的人 因為不太該知道 讓他知道的事情 就可以放在BCC裡面 那或者是現在還蠻常用的情況是 就是在發通知的時候 比如說 直線的時候 你看到收件人 大串名單 這樣你不是知道其他人的email了嗎 個資就寫 有點算是個資寫漏 就是資料就寫漏出去了 那其實這個東西是 可以搞他的 之前有案例嗎 可以搞 可以搞 就可以問翔哥 他是這方面專家 就以前有案例 那這個東西真的可以搞 那可以引發一些問題 所以 這時候就是把那些收件人 全部丟在BCC 這樣他們之間 就不會知道其他人的email 就不會發生這種問題 OK 好 那引用 有用過引用之道的人 舉手一下 欸 只有一個人嗎 手術器嗎 OK 好 就像你回應其他 就是你在 某些系統裡面有一些回應 然後那些回應的 引用的時候 都會前面有一些小箭頭 對不對 應該有看過 就比如說 剛剛的哪一封信 我只會用信息 在引用的時候 這引用的時候 這邊引整理過 就變成這樣 OK 好問一下 你覺得你要回的信 該寫在這邊的上面 還是寫在最後 覺得寫在最後的舉手一下 你要回的內容 該寫在最後的舉手一下 寫在最上面的舉手一下 寫在最上面的舉手一下 OK 好你們是正確的 可見沒有人翻出這種錯誤 看一下 OK 以大家的習慣來說 是寫在上面 引用的東西是保留在下面 而不會 這樣去使用 這邊 其實對很多來說應該很急促 OK 那再來是 很重要的這一點 記得 你在發信的時候 不管你是去join那個討論 就比如說你發表 發開了一個新的主題出來 或是你要對任何的長輩 任何的老師 任何的人發信 那你第一次寄給他信的時候 你從來不講你是誰 然後也不打招呼 就直接劈頭就問我東西 這樣感覺很奇怪 好嗎 尤其我常常會送我老師抱怨說 這封信到底是誰寄的 我想要分享一點 我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有人就寫信來 他完全沒有阻止 他內容就想說 活動地點在哪裡 就只有這幾個字 真的真的 他可能是在場某一個人 我不要揭穿 因為我有他email 我就問他說你參加哪一場活動 他說 就promoter 就只有很簡單回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是上週的某一個人 然後就是 我一看就覺得說 如果他不是我公布上的需求 我一看就認定這個小白 我連回都不會回他 但是因為這是我公布上的需求 我只好回他 所以說大家要注意 不要做這種小白 要講清楚主題內容 你是誰或什麼 你參加什麼活動 沒錯 就是這樣 結果我今天會講這些 是因為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然後才會碰到這種現象 所以 才特別針對這個東西拿出來講 不然其實 在這個 這個 這個主題講這些東西 其實有點奇怪 對吧 那就是記得打招呼 那記得告訴別人 你是誰 他是要幹嘛 你是在幹嘛 然後為什麼要 然後發這封信 然後最後結尾署名一下 OK 那再來是回覆所有人 因為有的mailing list 他可以接受 不在list裡面的人發信過去 可是這個時候 如果你只是發信進去 就是你回的人 收件者只是那個mailing list的話 那個 把這封信丟進來的人 會收不到任何訊息 所以這個建議你 就是把他 在你在回 回覆mailing list的時候 建議是設定回覆所有人 就是連 發那封信進去 mailing list的人一起回 而不要說只回mailing list 因為他轉出去的時候 他並不會轉到那個人身上 對 那如果設定回覆所有人的話 就是 你就直接把他變成收件人 或副本收件人之一 那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OK 那之前曾經碰到 就是在 可能在Costcock 或是某些的mailing list 碰到的問題吧 對 就是會 當事人並沒有收到這封信 可是你以為你回了 那 問題一點就發生在這裡 就是你把東西 丟到mailing list裡面去 可是mailing list並不會轉出去給他 所以他就收不到 所以建議設定回覆所有人 然後 你常常會發生 信沒有寫完 然後你就按著傳送 對 是不是還蠻常發生的 所以剛剛我等那麼久 還信還沒發出去 是因為我開啟了這個功能 取消傳送 然後設定30秒 對 你在發出mail之前 就是請你好好想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忘記打 或是真的打完了沒 對 然後稍微再review一下 然後 避免發生悲劇 不然那個 寫到一半信寄出去會很好笑 對 所以就是建議開啟這個功能 取消傳送 建議開啟 好 那如果你真的追蹤了很多 building list的話 你會發現 你的信箱會大爆炸 你的信箱會被信件轟炸 那這個時候Gmail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是篩選器 我這裡不在推銷區 沒有 ok 就有很棒的功能 是3-7 所以就可以 開到很多的 很多的分類 就是它可以自動幫你設定 你可以設定一些條件 設定一些分類 那它就可以自動幫你規檔 ok 那之後你再追溯起來 也比較容易追 所以建議去看一下 這個 3-7 該怎麼使用 好 那大概就說這樣 代 所以 沒有意思的懂了 接下來是IRC 有用過IRC的請舉手 有接觸過的請舉手 舉手 好 還不早欸 所以都會用喔 還蠻多都會用的 那我們今天就 用siccom來demo一下 就是 請大家可以連進去 siccom atfreenode ok 可以大家連進去聊天一下 那IRC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先講一下概念好了 我們會有一台IRC Server 就是某些人會去開一台IRC Server ok 那它就是一個伺服器 所謂的server就是講的這個freenode freenode freenode其實是一個IRC服務的供應商 它負責把這個server加起來 ok 那在這個server裡面 它可以有run很多 它可以開很多的聊天室 那我稱為這個聊天室叫channel 那channel的表示通常是用這個警號表示 ok 用警號表示一個聊天室 就是channel siccom 然後at就是在哪一台伺服器的例子 ok 所以我們通常會這樣表達一個channel 就是 你看到人家這樣寫的意義是這樣子 ok 那所以剛剛有請大家裝一下IRSSRI 或者是 那個channel ok 那怎麼用呢 先從簡單一點channel開始 對 對 對 我原來是T-SHIRT1其實是Pro 嗯 我Flyfunk是為了用外掛而已 好 如果你裝完channel之後呢 你聰明的工具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chazzita的選項 然後打開之後 好 IRSSRI這邊有一個join channel 通常會分成join 我們可能會先join到一個server 然後再去join一個channel 可是chazzita把它合併在一起 就是直接點join channel 那這邊 他要幫你寫freenode 他要幫你選好了 但是其實 通常我們會直接打 網址 可能會直接打網址 就是 irc.freenode 打net 這是他真正的網址啦 可是就是 chazzita已經幫你整理好了 所以就是你直接點freenode 就好 然後選擇你要加入的聊天室 就是sicum ok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join進去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然後他應該還有點線吧 Chromating ok 他有練到 有人嗎 有人嗎 還是我打桌子 好酷 好多人喔 好 如果你想要被錄影 酷 趕快 趕快留言 ok 這就是 irc 那 irc 很多使用者 就是很多的 相關的討論 也會在這邊做討論 就是 這是另一個討論的空間 沒有另一個人 很多人可能會追不到 就是 各種各種東西有各種東西的優缺點 那 irc 可能是比較偏向閒調的性質 那沒有練習會比較 稍微 穩重一點 重要一點才回復 所以這邊就是閒調性質居多 但是會針對一些跟開發的東西相關的議題 也會在 irc 裡面做討論 這也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 你今天使用他們的東西 那你對這個東西有問題 你不知道怎麼使用 你看w你找不到東西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詢問 就是丟出一些問題 那來問說那個開發嘴 或是其他相關的使用者說 欸這個東西怎麼用 那可不可以有哪些東西 可以給我指引一下 對 那你可以在 irc 裡面做 做 跟大家做討論 ok 好那是跟 沒有歷史的差別就是 irc 在針對歷史紀錄的部分 並不是這麼強大 irc的歷史紀錄很多時候 必須靠使用者自己去把它LOG下來 因為像我們登錄在這裡 那它可以把它存到 我們的 本地的檔案 就把它存在一個文字檔 ok 那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 留下那個紀錄 但是這個紀錄並不會留在 irc的色額上面 ok irc的紀錄是不會留在irc的色額上面 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過了就算 也或許它沒有留啦 但是 通常不會POP的一個出來 最後這是假的 對 就是要透過BOT 是的 好 然後再來一個 IRSSI好了 如果你是IRSSI 用IRSSI的話 欸我這還沒裝 好 因為我都是裝在學校的機器裡面 ok 然後 就是 夠愛學校的機器上面 因為這樣子 比較容易去紀錄一些事情 就是我這邊會開LOG啦 那就是把這些東西 會留在社會上面 ok 然後像是在那邊 就是Build 就是Build 在那邊 然後在這裡 對 ok 就是用IRSSI的話 一樣就是 如果你要連接一個社會就是Connect 就是 Connect 然後Rc 這什麼東西啊 Rc 打FreeNode Connect 那這樣就可以連上 ok 那如果你要加入聊天的時候 他就是斜線J Join ok 那如果就直接J 然後你要打CCon 或者是你要Join其他的 就是直接這樣打 或者是你要這樣擠號CCon 就好 ok 那這樣就是透過IRSSI去Join的Channel 通常最簡單就是這樣 但是很多人會說 奇怪為什麼我的暱稱都會變成奇怪什麼 Ghost多少多少多少 怎麼辦 有一個NIC 你可以透過NIC去改你的使用者名稱 OK 就是NIC 然後後面直接加你的使用者名稱 就通常就是 因為我已經改過了 所以如果你是在 從來沒有登錄過的機器裡面 反正可以用NIC改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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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理我嗎 ok 就透過這樣可以改你的ID 就是你這樣就可以改你的ID 好 就是 基本的幾個操作方式 但是呢 你會發現你的ID可能被人家搶走 是的 那怎麼辦 我可以告訴你是 沒有那麼好搶回來 你必須等別人離線 對 你必須等別人離線 所以他沒有那麼好搶回來 所以通常怎麼辦呢 你可以透過 我剛剛講的 就可以透過一些 方式 去跟 就是IRSSI Server上面 它會有一些機器人 那透過 把一些指令丟給這些機器人之後 你可以註冊一下 你的 逆稱 或者是你的 你可以註冊一個channel ok 像Sikon那個channel就是我去把它註冊下來的 不然那個channel名稱可能會被搶走 那他結果你去Sikon 就跑去一個奇怪的地方 然後他們在聊什麼 你可能也不知道 ok 所以那個名稱 會是獨一無二 就是你要去把它搶下來 好 那 或者是其實現在比較輕鬆的是 可以透過web 通過IRSSI會是跟開發者溝通 或者是跟其他的使用者溝通的一個方式 這是幾個溝通方式 幾個溝通管道 好 我們來進入第一個階段 需求與分析階段 這是他給我的問卷 就是當初他跟我訪談的時候 有一些問卷類的 由於專任的人身處各地 非文化討論是否會發過過多的時間 你的看法是什麼 各位心裡有答案了嗎 你們想回答一下好了 針對這個問題 給我一些response嗎 對不對 有沒有可以回答一下 剛剛講了這麼多 這個都這一題解答了吧 趕快回答舉手加分 趕快回答舉手加分 回答舉手加分 好 總之就是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會透過Mail List 或者是IRC的方式 去解決這些溝通的問題 那雖然我們時差 就是大家分佈全球各地 那會有一些時差 但是基本上那個人 還是有機會 就是他基本上會follow到這件事情 那他可以回應你 OK 所以應該是 會花一些時間 但是我們會有一個方法去追溯這件事情 而不會讓這件事情 無疾而終 就沒消息了 OK 好 那如果參與的使用者 完全沒有具備Rending功能概念 是否會導致過後不良 如果大家都有Rending功能概念的話 我可能今天也不用整個這樣 就是其實 你就在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知道說 這些tool怎麼用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人並不知道 軟體工程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像我從來也沒有修過軟體工程 那反正code就照樣洗啊 照樣去照樣可以動啊 照樣可以work啊 然後大家協助我會沒有問題 那就這樣上去了 所以其實軟體工程基本概念 是還好啦 只要你了解說 大家的開發 如果你的work floor是怎麼做的話 那就還OK 好 好 那再來 需求分析 傳統軟體工程 會透過一些工作流程習慣 然後這一層圖表 注意分析使用 找尋到使用者的需求 可是如果是open source project 很多時候並沒有 嚴謹的需求分析 對 那針對需求分析 有玩過一些project的人 可以告訴我 就是 針對需求分析 你有什麼賢心得 有人可以回來一下嗎 針對需求分析 針對需求分析 一個folder會出現 到底是為什麼 到底那個需求是怎麼來的 成哥 其實就是自己寫的自己的需求啊 欸沒錯 是的 很多時候就是開發者 我爽 我想要這個東西 那我就自己寫下去了 OK 所以軟體工程 剛才也出來很多時候就是 我就是需要這個東西啊 然後開發者自己下去寫啊 所以從來沒有問別人說 欸你有什麼需求 我幫你寫什麼東西 並沒有 很多時候開發者直接下去寫 因為這是我自己需要用的啊 很多時候是這樣子啊 或者是你 看一個project 你用一個東西 比如說你今天用 像這一套 我再用簡報軟體好了 這個簡報軟體 它其實 這個是一個 一個node.js project OK 如果只要寫markdown 它會幫我審出 審出slide 對 它是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然後 可是很煩 因為我寫markdown之後 然後經過compile才可以變HTML 但是這個東西 compile我本來就每次存檔 都要自己compile 只是存檔 我都快瘋了 OK 所以我就自己寫 透過showscript 直接去notify那個檔案變更 那它自動幫我compile 這樣我就省事了 OK 所以 就自己 因為我有這個需求 我就自己去寫這個東西 然後就把它pore request回去 pore request就是 我把它 好 既然講到這個 我來這樣讀 flock的情況就是 這個master是別人的 這條master分支是別人的 那今天我要針對這個project 做變更的時候 我會怎麼做 我會把它flock出來 你可以想像就是開一個branch 但是那個branch 我擁有存取前線 因為這是別人的project 我可能沒有辦法 直接把code push上去 OK 那這個時候會flock出來 所以等於是 開了一個branch 在我的帳號底下 所以我會有存取的權限 那這個時候我可以 針對這個project 做一些變更 做一些修改 那這個時候 完成之後 我再pro request回去 雖然這個很奇怪 pro是拉 拉request 但是其實是 你是把這個request 丟回去 給原本的project owner 那他看來說 你開發了這個新功能 他覺得 是不是有需要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他就採納你這個東西 那他如果覺得說 嗯這個東西對我來講 是 沒什麼用 他不想收 那就是直接reject OK 那如果你覺得不爽 OK 沒有問題 你可以直接flock出來 然後重新開發一個 你自己要的東西 好 那這個情況有時候 那這個情況有時候就像 呃 我那時候在用 就Android有一個Library的時候 有一個叫 WilderJoy的Library 那是 但是 它就是沒有這麼完善 OK 直接看我們自己的 在你安裝完程式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種導引畫面 下一步 下一步 OK 可是他原本這個Library 他並沒有這個 下面這個 這一條bar 就是告訴你說 你現在是在哪一個 哪一個頁面的位置 然後 可是 因為這個東西需要Dependency 因為一個Library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不會熟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直接把Flock出來 我自己加進去 OK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Flock的目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Network的線圖 就是原本這是他的東西 他原本在這裡開發 然後我把它Flock出來 拉到我這裡來 然後我自己加一些東西進去 OK 然後再繼續開發下去 我是從這裡拉的 那還是更裡面 好 我們看他的比較容易看 Network 這邊教大家這個東西怎麼看 好 這是原本他的Master分支 好 然後 因為我覺得 他的東西實在是 不夠完善 所以我就把它Flock出來 然後自己加一些東西進去 OK 所以 就 這一條分支變成我自己的 因為我覺得他不會收這個request OK 好 然後 所以這是Flock 但是 其實有的功能 是他可以加進去的 因為像這個情況 通常這種下一步 下一步下一步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按反圍件是什麼 回到上一步 而不是上一層吧 可是這個Library本身沒有這麼完善 它按反圍直接是回去上一層 如果你用Android 你就知道了 OK 然後我覺得這個行為是不太對的 所以我就改寫了這個部分的功能 然後就prorequest給他 所以我特別為了這件事情開一個分支 叫pr的分支 那我針對這件事情 prorequest回去給他 可是他至今還沒有回應 我到底要不要收 對 然後已經可能快一個禮拜了 對 OK 那這就是 平常發生Flock 或發生prorequest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現象 OK 好 所以 需求 就是 在我們自己身上 所以我們開發者會自己下去開發 但是你說 我只是一般的user 我有需求要提怎麼辦 你想要告訴他 我有這個需求 你可以幫我做這個功能 因為我不會寫成是阿 OK 那這邊提一個就是 VD的案例 那VD雖然他不是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可是我覺得這種 收需求的方式還不錯 就是他透過開啟一個網頁 就是他 他是自己建設一個網站 那 這個網站就是你可以去 好 就是當初VD剛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匯出 匯出 因為當初Google死掉了嘛 Google Reader死掉了 他要倒閉 就是他要關門大集 那 VD剛出來 可是我東西可以揮進去 卻不能匯出來 這很不合邏輯 所以我就是提了這個需求 然後裡面英文有拿錯字 其實很丟臉 裡面英文錯字 那我會把你怪怪的 對我英文不好 OK 所以英文不好是可以提需求的 人家是可以看得懂的 所以不用擔心 去做就對了 不用擔心這麼多 人家還是可以看得懂的 記得去June一些東西 你沒有去踏出那一步 你會沒有那個機會 沒有那個可能 OK 反正就是我就是提了這個需求 然後後面就是 得到了780個V的數量 大家都需要這個功能 然後就得到很多的回應 所以他透過這個方式去 收集說 讓使用者去評分說 這個功能需不需要 所以讓使用者去評分的機制 所以分數越高的就會越拉上去 對那拉上去之後 這些開發者就會看到 開發者就會看到 所以他剛剛有看到的時候 他就會去 哦這個東西是使用怎麼需要的 那他要不要做 所以這個時候 這是他們的其中一開發者 來回應這件事情 就是說 一開始原本是 他怎麼要做 所以他有告訴 就是他有pending的這個東西 他就說 我要做這個功能 我們要做這個功能 你稍等一下 那當完成的時候 他還把狀態 update 在這 所以就是 你現在可以用 匯出的功能 就是在Feedy上面 你可以用匯出這個功能 就是 他們已經開發出來了 所以他針對這件事情 也做了回應 OK 那這個時候 下面你就會看到一堆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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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謝謝 大家都很感謝他開發這個功能 因為這是大家需要的功能 OK 好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 收需求的方式 這是 雖然他不是要喝醋 超好酒 只是我提一下 他這種採納需求 我覺得還不錯 那 可是 在Upset裡面通常 第一種情況會是 用issue tracking system 用issue tracking system 好 等一下休息時間 什麼時候 幾點幾分 先講 好 我先講 因為issue tracking system 會講一些些時間 所以我再 確定一下 不要繼續講下去 issue tracking system 我們通常會透過issue tracking 去做一些 剛剛你 Din Mosky講 他們會有issue issue是什麼 這個issue可能是一個bug 它可能是一個feature 就是它可能是一個 有問題的 某一個bug要修 或者是某一個功能要開發 然後去開一個issue出來 那可是 你永遠就是 老闆跟你說 我今天要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然後隔天又跟你說 我要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記得起來嗎 記不起來嗎 所以我們會像一個系統去 去記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你用便條紙 有點蠢吧 就貼完你的便條紙 然後你該解哪一個先 也不太對 那其他同事要說 我幫你處理哪一個問題 或是他處理了哪一個問題之後 哪一個東西連帶解決的這個問題 好像也無法進行溝通討論 所以這個時候issue tracking system 就出來了 就有這個東西 那我會針對 就讓大家看看這幾個 就是有github的 然後sikhan也開發了一個 ok是ris寫的 然後還有redmine gitlab 或者是這個 最後那個是facebook自己開發的 然後他實在 我不會黏他的名稱 ok 然後其實最後這兩個 他已經不是單純的issue tracking system 他甚至把很多東西也整合進去了 ok 那github他也提供 issue tracking的東西 那等一下Fox的重點在他 好我們現在重點就來到他 好 就先關掉 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些畫面好了 先讓他有些感應 像這個畫面是sikhan的issue tracking system 就是我們會在這邊 開一些議題 那開議題的目的是 我們會assign給一個人 所以我把這個議題 這個問題 交給誰去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在後面說的部分 很多時候就是大家去認頂 對 大家會去認頂這個issue 對 ok 就是主要會有一個被assign的人 那再來是 那再來是 這個畫面是realmine 的 這是Cosecab的realmine 等一下為了 有些敏感資訊 我就把它遮起來了 就realmine後面大概長這樣 這是一般的問題清單 ok 但是既然他是issue tracking system 你就可以看到 他可以幫你整理成日曆 這件事情的deadline在什麼時候 他幫你整理出來 因為你在開issue的時候 你會說 這個東西大概什麼時候要完成 他的deadline什麼時候 他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所以他就可以幫你把這些東西 建立成一個日曆 又或者是他可以幫你 會成干特圖 因為某些project是 比如說某些issue是dependencies 就是他是這個issue底下的一個小issue 但是這可能要分開處理 所以就特別開一個issue 那所以會從這邊 就會看到樹狀圖 然後從後面 你可以看到一些時間線 就是在什麼時間 什麼時間要處理什麼事情 那這樣可以很方便去觀察他 就讓大家不會互相delay 互相拖延到進度 好然後這是gitlab gitlab其實 他已經像github一樣強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上面 也是可以開issue 然後也是可以寫wiki OK 那 很多像這個更強的是 就是他 很多時候是已經把解issue 跟code review 放在一起了 對 因為很多時候你解了issue issue解完之後 要做code review OK 但是這些系統之間 如果沒有一個觀點在 很麻煩 很難處理 那像gitlab也做到這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針對 這一行的程式 新增這一行的程式 去做一些敘述 就是如果有人對這一行程式碼有問題的話 他可以在這邊留下回應 那大家可以針對這幾行程式碼去做一個回應跟討論 OK 這是gitlab也有的功能 那這個github上面也有 那這個就是facebook開發的那個東西 我真的不會念 Fairbridge Apple 不知道 誰會念 我真的不會念他 OK 就是他其實有點複雜 那也沒有用太 我是沒有用過 就沒有用太熟悉 就是有稍微摸過 稍微摸過 就是還OK啦 就是有這幾個系統大家可以去網上看 然後那就來demo吧 你點了demo的link之後 你就會看到 我為了今天開了一個project出來 OK 那大家可以在這邊 隨便你玩啦 反正既然今天是workshop 對不對 只要你有getout的帳號 你就可以開issue 就這邊隨便你玩吧 或者是你覺得說 我這份 不知道影片有什麼feature 有什麼功能要修 我幹嘛的 你就在這邊寫吧 OK 好 點demo這個link就好 直接點進去就好 就是進去 我這一個project裡面 就是我等一下講test的那個project 後面可以開 會 講testing的東西嘛 那針對這個testing的東西 你可以開一些issue 好 然後 因為issue 有時候會dependencies一些 比如說 你針對這筆commit 有沒有針對這筆commit 那這時候 你可以把commitID 覆置 就是覆置前面幾嗎 那issue tracking system的時候 好 有問題 就這邊吧 你看我剛剛只是把 這一筆東西貼過去 OK 現在是這樣子 看起來他只是一串 沒有意義的文字數字 可是在preview的時候 他在自動幫我轉移 他就變成說 他知道這個是 跟某一筆commit 是有關聯的 所以他就直接點過去 就可以看到 這一筆commit的東西 OK 這是 當issue tracking system 跟版本控制系統 綁在一起的時候 會有這種好處 OK 好 所以這個時候 可是我不太挑 好 就這樣就送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被開出來 應該是第一個吧 issue list OK 他是第一個被開出來的issue 但通常不會把這個文字 直接放在這裡啦 會更詳細敘述他 只是這裡是demo 那就隨便 好 那回來這是我的project 假設 假設 我今天開一個檔案 然後 git 好 然後 這是剛剛的東西啦 這是tome new project 好多了個new file 然後今天把commit上去 所以這個時候 你的commit log 其實你可以這樣寫 因為剛剛這一個的issue 他是第一個issue 那個id在哪裡 issue list 這什麼東西 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看到警號1 代表這是第一個issue 就是針對這個issue 每一個issue 有每一個issue unique的編號 OK 好 那針對這個issue 你就可以在commit的時候 就是fix 警號1 就這樣子 然後就git push 好他需要點時間 好那是我現在refresh 這個issue的頁面 有沒有看到他不見了 有沒有看到他不見了 因為他會自動去roll你的commit log 他要去看你的commit log 因為我commit log裡面提到的這一筆 就是我把它修完了 你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直接去把一個issue close掉 又或者 剛剛有人 幫我提了一些東西 那我這邊直接link 他可以直接link其他issue 就是你可以直接reference一些issue 然後commit上去 所以這個時候 他也可以直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追蹤到其他的issue OK 什麼啦 OK 然後這裡 這裡這裡這裡 放在這裡 所以這邊也會reference 就是他可以互相reference 就是中間可以互相有牽連 OK 那這樣就可以回到過去 回到這一筆 就是你可以很容易去追蹤 到底哪一些issue就是被開出來 哪些bug之間是有相關聯的 或者是他根本是duplicate 或者是相容的bug 那就可以透過issue tracking system 去做這件事情 好 但是 好啦 剛剛重點是需求啊 需求跟issue有什麼關係呢 OK 來了 重點來了 因為issue也可以是一個feature 就是我 我對這個feature 的wish 就是我對他有 我對這個project有一些想法 我希望有一個功能 那這時候你可以開一個issue 然後呢 這邊 或者 就是使用 那個開發者可能會 直接把wishlist 放在這裡 那這邊好像都是crushing revalid 好 我可以new一個label 需求的label 那就是讓使用者在 這邊提需求 所以透過issue tracking system 他不只可以追bug 他可以追使用者的需求 就讓使用者在這邊開需求 是OK的 也有可能是用這個方式 OK 所以針對 需求的部分呢 我們會這樣做處理 好那我們來看一個 比較豐富一點好了 有一個叫 我忘記錯了 然後 knowwebkit 他的issue很精彩 總共有 我記得有四百多個吧 哇 他issue變化已經開到一千四百多了 就是knowwebkit 是一個讓你可以在 就透過know.js 去寫一些client端的應用程式 去寫應用程式 OK 然後 因為他還是很新的東西 所以他不是那麼的穩定 所以他會有很多bomb被開出來 那這邊feature 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feature 就是這邊是大家提的需求 那就會在這邊被提出來 OK 那開發者就可以針對這些需求去做開發 可以理解嗎 OK齁 所以就可以去針對這些需求去做開發 那其他使用者也可以針對這個需求去做討論 因為他不只是一個開開的需求 你可以看到大家可以在上面互相做回應 所以就可以在上面做討論 OK 所以這是 針對需求的收集會整 有透過這樣的issue tracking方案的方式 好 然後 再來一些 再來就是設計階段 來這邊設計間的問題 軟體的設計相當複雜 所以採用簡單架構是否足夠 那 細部設計是有開發的制定 或是需要溝通 如何溝通 有人要針對這題想 發表一下嗎 不要只有我講 好累喔 有人在針對這個問題喔 有沒有什麼想法 很多軟體設計架構很複雜 Monsky請說 其實我想說 很多公司是沒有加工的 對 就是大部分大家是有很多 加工師 或者是 你要很好喝 他可以吃什麼吃 或是變了 事實上 事實上 事實上的東西開啟 一定是一個 慢速到達的東西 第二次上 要開始做 對 一些新的 對 沒錯 對 因為受不了的 像 重構 沒錯 對 所以當然跟你說 我們一開始真的有參考師 會不會贏 呵呵 OK 所以相信大家有聽到了 沒錯 而且通常很多時候 Open Source Project 會是針對一個地方 變成小小的小小小小的模組 大家不會是 我今天要寫一個大網站 然後整個網站就是Open Source Project 有點奇怪 就通常我們會把一些 細部的東西 拆成模組化的東西 那針對這個東西 去做一個Project 對 那很多時候 一個東西剛出來 真的它只是一個儲勤 只是一個想法而已 那就大家一直把Code丟進去 啊就可以work就好了 然後等到哪天 崩潰了 十字山 這Code山太難維護了 那就會有人跳出來把它重構 對 那它就會變得稍微有點架構化一點 對 所以 那很多時候那個架構設計 很多時候是Project Owner自己決定的 就是很多時候是Project Owner自己決定的 那或者是 呃 它可能跟一些開發的討論過後 就透過剛剛說的Mail Intense或IRC 討論過後 那去確定說 喔我們該怎麼樣 讓這個東西 好像看起來有結構一點 有架構一點 有架構一點 所以大概會是 這樣子去設計或溝通 好 文件 有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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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第一個那個軟體架構文件 我可能說一開始出來的Project 絕對不會有這個東西 呵呵呵 對 但是後面的相關技術文件 有 idea嗎 好 是這樣的 通常我們會在一個Project下面寫一個REME 最少最少 通常Github也都會要求我們借我們寫REME 那在這個REME裡面呢 就會稍微大概提告說 呃 我這個Project呢 後面是用了什麼東西 那它的目標是什麼 它是為了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那它有哪些功能 然後用了哪些技術 那相關的下載連結在哪裡 那如果你要Compile或Grid start 你要怎麼做 就大概這樣的東西 所以最少最少我們通常會 通常建議Project應該有一個REME 那這是基礎的文件嘛 OK 但是如果Project越來越大 怎麼辦 就好了 Wiki這個東西 好 那剛剛的DEMO Page也是一樣 好 我就正六這邊開了一個 就是Wiki的頁面把它打開來 那這邊有一個DEMO Page OK 好 好像忘記講一件事情 在Github上面寫的語法什麼 通通都是 在Github上面寫的通常都會是Mockdown的語法 對 對Mockdown不熟悉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些Google搜尋一下Mockdown OK 那因為Mockdown是一個簡單的format語言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邊放下那個 H1,H2 然後或者是 Hyperlink 然後 有些出體寫體 或是放一些code 或是引用 或是項目符號 分割線 OK 那這是一個 簡單一點點的DEMO Page 好 那來看一下 正常完整一點的Wiki Page 這是一樣是Nome WebKit的頁面 這是它的Wiki 它的Home Page 這邊就有寫了很多東西 For User Overview 大家有這些東西 就是 大家有哪些feature list 然後 如何去做一些簡單的startup 或是相關的security問題 或者是sample application 在哪裡可以下載得到 那Library 它提供一些Library 它該怎麼使用 那這些東西 它因為 它經過一段長時間的開發之後 所以 有些API 它勢必給open出來讓大家使用 它會把這些function 或者是API open出來讓大家使用 所以這時候它就有必要會去撰寫一個文件 讓大家去知道說如何使用它 然後或者是使用這個東西 有想一些注意事項等等的 好 那再來進階的時候 它會分一些比較進階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 你要testing要怎麼做 或者是你的HPenalify 你的功能 然後debug 然後最後一個 如果你要join這個project 你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就是如何去做這些事情 那這邊都會寫在這個文件上面 OK 所以 一個project在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不會有 可能不會有這些文件出現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這些文件會開始出來 就是 因為真的需要去撰寫的東西 不然就算你的開發者自己也會忘記 OK 好 那你總不能叫說 欸我今天有提到這個function喔 那 怎麼用 我自己去看空 開發者會打你 我跟你講 對 然後就算他真的想打你的時候 他會 因為太遠了 他打不到你 所以他只能在網上看給好你 然後默默的把這些文件寫出來 所以這也是另一種可能性 OK 是的 好 所以這個文件大家通常會用Wiki的Wiki來做 再來是軟體環境會隨著技術發展和變化 所以開發者如何明義 有人有任何想法嗎 其實這個有點是大災問 這個問題有一點點大 你說 Linux這個 Kernel 它是C寫的 那現在有很多個高階的語言出來 那是不是 Kernel要全部砍掉上面 我們來重寫一個 換個比較高階的語言 去寫它 好像不是那麼下當 因為新寫出來的東西 穩定性是如何 不知道 OK 但是很多時候是 照著既有的東西 那去新增一些東西 去增加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功能 OK 所以 技術的發展變化 通常 project還是這樣發展下去 只是他可能會 衝到一些新的ATI出來 那去 讓你可以去存學一些 就是去操作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OK 所以其實隨著環境變化 就是看project owner怎麼想 或者是其他 project的followers 他希望他這個project怎麼發展下去 那大家會去互相提出這些相關的看法 那 自由軟體嘛 free 就是很free 很自由 想怎麼樣都可以 所以就是 就看project owner怎麼想 那就知道他怎麼發展下去 再來是賺寫階段 傳統的開發 由上來下 由下來由上整合 就是 軟工的概念嘛 整合來整合去 那專案中是否會用這些方法 有人想法嗎 傳統軟工什麼瀑布式啊 然後 然後什麼 就是一個圓圈什麼的東西 對然後 反正就是以一些模式就對了 那通常就是會不斷整合啦 整合客戶幹嘛的 那open source圈怎麼做 有想法嗎 講一下吧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一般的open source project 會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找 一些的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一般open source project 都是 很多都是在github上面 然後 像有的人他會poke一份出來 然後或者是他開print 然後最後 改完了之後 他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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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 request 那我覺得 就是 這樣其實整個過程 不是自上而下 自下而下 這個過程 這樣 OK 謝謝 沒錯 因為gith 剛剛看到就是那個開發模式 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直接fork一份出來 然後直接改一些東西 progress回去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事情 是在bridge上面 把事情做掉 然後沒有回去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子 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比那個所謂的敏捷開發 更敏捷啦 真的 就是比那個敏捷開發 他還要更敏捷 因為 他就我有需求啊 我就寫一寫 然後就丟回去給他 然後他就看需不需要 然後就被人回去 所以 一定程度上他憑敏捷開發還敏捷 但是 偶爾有的時候就是 一舉開出來沒有人要修 所以他有時候也是沒有這麼敏捷 OK 因為 這不是一個責任 很多只是 無私的奉獻上去而已 OK 所以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這一個是 要reuse別人程式碼到自己中間中 難道不會碰到結構上的問題嗎 如何處理 大部分reuse程式碼會需要修改嗎 還是只有部分的reuse程式需要修改 在座應該開發者都用過不少library對不對 很多library嘛 但你在用這些library的時候 就算它是closed source的 你用它 你應該也不太會去改它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呢 呃 我們都是用別人的整包包裝好的東西 那很多時候我們要open出去給別人使用 就是整包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把它 變成一個元件 一個utils 它就是一個小模組化的工具 就是模組化的 一個 程式的一個小部分而已 所以通常我們不會說 一個網站就open出來 然後就把它網站整個fork出來 直接改 這是ok的對的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不是這樣做 是把它裡面的東西拆分出來 然後把它分別的不同open source出來 那今天我需要它db的部分 我就拿db的部分 我今天需要它內容管理的部分 我就拿那種管理的部分 所以就是把不同的library 或不同的需求把它拆分出來 那這些不同的東西去把它open source出來 那大家會用這些小地方小東西去使用它 ok 那 會需要修改嗎 會 就像我剛剛那個 我提的那個例子 因為我覺得它不夠好 我要去增進它 所以我會去修改它 通常會修改的情況在於這種情況 對 但是你要reuse別的程式碼 你要怎麼判定 就來了 這是一個好問題 offense source project 你要怎麼分析這個程式碼到底好啊 這個project到底 該不該用它 或是你敢不敢用它 那通常我們會怎麼看 ok 然後來看這個吧 就以這個project為例子好了 通常我們會看這邊 上面的星星數目 或者是它的focus數目 然後 借我翻一下coach 翻一下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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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為了翻這篇文章而已 這個 calling startup guitar 通常我們會分析說 這個project到底是不是一個很棒的project 或者是它是不是一個被大家所信賴的project 我們通常會看它的星星數和它的封數 ok 那是 然後這篇文章它就是列出來說 呃 有哪些project它的星星數有多少 你看像這個bluetrap 應該很多人用過 bluetrap的星星數有六萬多個人 比如總共 你可以想到它就是Facebook按讚 有六萬多個人對這個project點讚 ok 所以它是一個還沒被大家所信任的project ok 那jquery也是 jquery也是還蠻高的 然後node也在這個 所以你看到JS還蠻扯的 就是JS 前十名就占了七個 那當然也是 因為gill上面的JS project 真的也是 數量還蠻大的 所以就看它星星數 通常會根據星星數去決定說 這個project 是不是敢去用它 然後這一大塊藍藍的就是JS 那真的佔了很大的部分 ok 所以我們通常會看星星數 那除了星星數以外呢 去看它的issue吧 是不是open 出來 可是都不去解它 不去close它 然後甚至 開發者也不會就一下去討論 那所以這個project可能 某一種程度上它已經是 荒廢的情況 ok 那除了這個呢 還會去看一下 它的這個graphics graphics有什麼 可以看到有誰contribute contributor有誰 然後commit activity有誰 ok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project 從以前到現在 幾乎是只有這一個人在開發 那相對貢獻的人比較少一點 好 我們來一個 比較酷一點的 那些說法是 Don't get up 這應該就很精彩 ok 然後linux kernel 你看星星數有多少 也是一萬多顆 fork有四千多個 ok 好 然後 來看看它的graph 它的graphics 它的contributor 跟它的commit activity 就很精彩 它不只是linux moments 自己一個人在開發 是很多人都在針對 這個kernel的source code 在做貢獻 ok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project是 就是 真的大家 很樂意貢獻它 而且是真的有人在關注它 有在維護它的 所以 我們會相對這個project 稍微信任一點 然後 好酷 一千多個 一個禮拜 這是一天還一個禮拜 一天耶 一天就有一千多個commit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the week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一千多個commit 這數量真的是 就是 很精彩 ok 所以我們就會 會針對從這些方面去判斷說 這個project是不是可以被reuse 你趕快reuse它 放在這裡 那當然你回去測試一下 就是說 這個東西或許 它還沒那麼知名 但是你真的去review它的code 然後去看看說 它真的是可以用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去reuse它 所以通常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小小的部分 去拿出來reuse ok 好 再來下一題 這個呢 OSS的開發 OSS的開發者 進行開發室 對於說 使用的開發工具環境 熟練嗎 未曾接觸過 他們是如何上手的 好 相信各位在座會在這邊 其實就是 因為這個問題而來的嘛 對不對 因為你對於這個東西 還不熟悉 也不得不說 這個是 open source 這個領域 對於 對於剛入門的人 不是這麼友善的原因 就是 他必須自己去看文件 去看一些東西 對 那為了 降低這個門檻 所以我們會幫很多workshop 來去減換這個情況 或者是 其實有很多的開發者聚會 其實你可以去聚會去 跟一些人討教 去學一些東西 ok 那 因為很多時候 真的會去貢獻那個project 他真的應該是 對於那個語言 或是對於那個東西 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了 所以他就會 去貢獻 去開發它 但是 對於剛入門的人 可能就會需要一段時間去磨練 就是他自己需要去 學習一下 那 就是一定必然 得去經過的過程 所以如何上手 都來參加workshop 耶 然後 其實說真的啊 我真的也是從 我從高三吧 然後就一直瘋狂的參加 或是在我所辦很多的workshop 對 然後其實很多時候 你剛才也聽 也許你今天來 你聽了很多東西 你也覺得說 我聽不懂 那 我聽不懂 我下次是不是還要繼續來 你可能會有這個疑問 但是 我這麼說好了 其實當初 我一開始當然是接受 Windows2D 好嗎 被Windows2D很久 然後 剛開始接受 Nex指令的時候 這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好多東西 不能用 然後 它指令是 前號控格GIT控格ADD 然後就整行複製貼上 那為什麼錯了 那個前操 因為我前操複製進去的 當然錯了啊 所以其實你中文中 會發到很多的挫折 但是你也可以 去跟很多人討價 然後去問到很多人 那或許一開始 你接受的時候 你並不熟悉 然後 可是後來某一天 你會發現 原來當初我做的這件事情 他的目的是這樣子 就是雖然你現在聽不懂 可是你之後的某一天 或許你會 去頓悟到這件事情 因為你以前接觸過 所以不用害怕說 你來這個場合 你聽不懂 我就盡量多參與 那如果真的不懂 就問旁邊的人 對啊 多認識一些朋友 好 所以如何上手 就多參加吧 再來就是 進入到下一個 大階段 Testing 然後這邊 有結束過測試的 警局手 好 可見是少部分 因為其實 Testing 我很多時候也是 往往而已 真正選的project 很多時候就是 啊 Build過就好了 很多時候 因為Android在Testing 其實雖然可以 Unitest 但是 就是要寫Test code 很麻煩 就是會偷懶 然後就是 起碼要求的是 上CI的時候 是Build過就好 所以沒有care那麼多 就是沒有做Testing 但是對 Testing是稍微玩過 對 好那今天 Testing 來算是階段的幾個問題 就是 其他人中 Unitest的專案 會不會有 這種Pair Preview 的方式 去檢視 去檢視其他的 就是檢視別的 公司上的課 或者是其他的程式內容 這很好回答吧 有人要回答一下嗎 不要讓我只唱 獨角戲嗎 Moss 就是你了 讓我回答吧 我覺得 沒有啦 是講啦 沒關係啦 不用怕錯 啊哈 因為有的時候 其實 印象比較容易在 在做Testing 嗯 那 就是因為 像我有遇過很多 很多的同學 那 原來他也做的話 然後就 他 就是我的同學 然後他寫C的時候 然後 他的 大括號 就是假設 然後他大括號 有時候放在後面 有時候放在下一號 然後他又 他又不會縮排 然後就 就 呃 可是 可是如果沒有人去 看他的Call的話 那他也不會 自己把這個 把這個毛病 我覺得啦 好是 在一般的團體裡面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那 Oversource Project 你在Progress的時候 你的Call 就要被Project Owner review過 那 當別人用到你的東西 出現問題的時候 別人 就來Review你的Call 所以你的Call 是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幫你Review的 OK 所以 就像 嗯 我不知道該不會說 因為有錄影 就是 因為我們的東西是 改Android AOSP某個Project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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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Google的人做了嘛 所以 Kamilog上面都是Google.com 都是Google.com OK 那 我們都碰到存存的 存存的Bug 然後 追下去之後 當初登上課是誰寫的啊 然後去追Kamilog 天啊 是Google的人耶 然後 還是台灣人喔 因為 他有留下名字 有人下email 然後就去追 然後你就追不到說 這是誰 所以你甚至可以追到說 這個就是當初那個人 然後就去Google一下 啊 他的Linking在這裡耶 哎呀 是台灣人耶 所以就是 全新年都會Review你的Code 尤其是當碰到Bug的時候 更會去Review到你的Code 所以 一定會被Review到 但是 什麼時候就是 不知道啦 只是說 基本上就是 起碼你Project的時候 Project Owner就在Review了 那 Review包含 針對Coding Style 或針對程式邏輯的部分 都會去Review 就是都會去看過影片 OK 所以就是 通常是這樣的情況 那測試呢 測試呢 這個問題 如果有Pair Review 需不需要其他動態測試方法 各位覺得呢 有想法嗎 如果都已經Code Review了 還需不需要測試 覺得需要的請舉手 這麼少 覺得都Review過了 就不用測了啦 反正程式碼可以握 可以動就好啦 請舉手 沒有人要舉手 他們說你沒舉手的意思是什麼 今天開心就測試 然後明天不開心就不要測試 這樣 OK 其實基本上 會建議還是要有寫Test比較好 對 只是 也知道很多時候 Team的人沒有那麼多 那寫Test要花人力 所以可能會把這部分的工具省掉 對 那其實 基本上還是建議他有Test比較好 那所以Test其實 看語言 很多語言有不同的Test framework 像 等一下我們的Sample會是 Node JS 加上 Mocca 這個Test framework 下去 下去做Testing OK 那只是簡單的 讓大家有Testing這個概念而已 好 那Testing是什麼 來看看這個DemoRepo吧 大家可以去把這個Project clone回來 去看看這個Project在做什麼 好 好 單純看 看到這些檔案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這什麼東西 好 零三好混亂 欸 這邊有辦法跟得 有GitHub帳號可以舉手一下 有多少人跟得住 然後 你Node的裝好 我請繼續舉著 有Node的LPM 蛤 少數喔 給大家一點時間 把Node的裝起來好了 會嗎 會裝嗎 我直接 戴得住一次好了 可以先把我的Project clone回來 你可以先把我的Project clone回來 先把我的Project clone回來 先把我的Project clone回來 那連結在這裡 Link在這裡 如果SSH不能walk 你可以走HTPS 然後Node怎麼裝呢 你就Google searchNodeJS 如果你會用的話 建議你用MDM 但是今天只是暫時使用而已 你就用 就用從這邊裝吧 就直接點Nex binary下載 不行 我是64媒體 如果你是Nex 下載Nex binary 那Windows的話 Windows不能下載Binary喔 Windows下載Binary 它只會有一個Node 然後你會沒有PM 對 所以你就要用Installer OK 所以Windows請下載Installer 再被塞了 好然後下載回來後呢 這是加木路嗎 所以去 去 好啦 用圖形畫好了 讓它比較好理解 好一下載回來之後會在這裡 就是我先把它放在江湖裡 雖然放在江湖裡下 雖然放在江湖裡下不是這麼好 然後把它解壓縮 OK 所以它就解壓縮到這裡 雖然我這邊比較走 就有點半分 OK 總之就是下載下來解壓縮 那裡面有一個Bing Bing裡面就會有我們需要的Node跟Npm 那這時候需要把它加到環境面書裡面去 Node 10.24 路徑在這裡 就是這裡會有Npm跟Node 然後路徑在這裡 那我們需要把它加到環境面書裡面去 因為我要在Share底下用它 然後 就這樣嗎 好 就我拿掉 希望會把我載不住就這樣 然後 這裡就要VM小小的技巧 你看驚嘆好驚嘆好 然後Echo 然後 然後就要Node 的 Node 然後 然後這樣它就把它加進去了 你不用自己裡面打我 路徑 超棒 非常棒 OK 然後這樣就把它加到環境面書裡面去了 那這個時候存檔重開 然後 把它 所以這個時候你們應該就有Npm 或者是有Node 就是Node 你竟然會是這個 OK 如果問題的話舉手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 把這個東西做起來 讓我們一起 寫一個簡單的Testing 很簡單 很簡單 然後你要怎麼確定有加成功 你就會去Node 這邊就 欸 還是旧吧 還是旁邊的 來發屍 還是旁邊的 來發屍 謝謝 應該是用的意思吧 應該是用的意思吧 他會到最近的 四個是配置的 是 是 conference 就把它也是 進入大家的功能 标准是8 就是一個關於內容 好 好蠻熟的 這經過去 好 好酷 好 看很後面 好 所以你可以確定一下 這樣是 你就直接打node 這樣就確定有了 如果它是這個的話 跟得上嗎? 跟得上嗎?跟得上嗎? 有問題可以舉手一下 你旁邊的應該也有問題 等下寫的東西很簡單啦 只是一個加法的方式而已好不好 超簡單 不用緊張 就算你沒有寫過這些時間會 只要你會1加1.2 應該就沒有問題 然後只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打一些JS的概念 那就是等下告訴他 他說Testing這樣做 按摩 你不用重新興趣的 按摩 然後看他會在 你不用重新 放上去 打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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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把Varget clone 回来 你可以先npm 你直接用node好了 然後 require 你可以先node require addd 不行 require addd add require 那这个时候他是把这个add 这个function 让他 可以取得到他就对了 所以这时候add 是一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他会 可以做加法 你告诉他1加2 他会告诉你3 ok 我们要写程式就这么简单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这么简单 ok 那 测试一下我们现在的testing 可不可以work 你用npm test 好 好 请先npm install 因为 那个test framework 没有中 先用npm install 他会去帮你把那个mocha抓下来 他会去帮你把那个mocha抓下来 npm install 这里 你就直接切到我的 那一个require的幕幕底下 然后按npm install 他就会帮你把 mocha抓下来 那这个时候 你用npm test 他就会去做testing 这个时候他去做testing 他去尝试call这个function 那里面我是告诉他1加1点2 那 他的回传字没有错误 代表说这个function是没有写错很多 ok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而已 那当你project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 这个function底下会呼叫 这个大方权底下呼叫好多个小方权 所以你可能小方权test过 那大方权test了对不对 ok 就是每个地方都要尽量去做testing 那当然这个东西是比较正面模组化的 而不是说 就是 因为你可以当作addt是一个module 它只是一个小module 它是针对一个module的module去做testing 而不是针对你的整支程式 就从头到尾把整支流程跑过 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针对程式的一个小模组去做testing ok 好来 那 这支程式 这个怎么做呢 好 好 我们从头来喔 因为这边是已经 我写完了东西了嘛 而且都是已经 在用的东西 就是已经是可以work的东西 这样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们来 从头到尾开始来 首先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建一个字要夾 而且错误的一定比较处 随便建个字要夾 看你要叫什么就好都可以 OK 那我叫做tosw 就能分说是为ademo OK 就是要讲 然后先 你可以先get in git 因为等一下我们需要用git OK 这个部分应该做很多次 应该都会 好了 好 那再来就是 npm init 我们让npmg 帮我们做一些东西 就省过一些步骤 然后 基本上应该就是 直接按enter enter yes 好 那这个时候 他会帮我们产生出一个叫package.json 这是其他一些相关的设定 就是package.json 是你在执行npm install 或者是干嘛的时候 他会帮你 去做一些相关convict在这边 OK吗 跟得上吗 哪边 我看 git init ok 就是你一开始先 git init 然后npm init 你只要打npm init 你只要打npm init 然后就开始enter enter enter就好 OK 应该还蛮简单的 就是npm init 然后再换换enter 这样 就切换到那个时候 好 那因为我们 并不是真的要开会一个东西 你真的要开会一个东西的话 这样是有点 不太负责任 好 偷看一下这边怎么写 我们今天要写一个叫做add.js的 的 的一个模组啦 一个做架法的模组 OK 那其实 我们先看code好了 先帮他看do 就是因为他是module 那你要先module 让他explore 让他可以让外部可以去require 这个东西进来 让他可以有东西做 那 那 就是只是为了让你的 node.js node的那个地方 require的时候 他可以去取得到 这个function OK 所以就这样写 那要怎么会 module.explore.function 然后ab 然后return a加b 就好 用任何你熟悉的编辑器 都可以 对我再次要讲到下面 闯就蛮难的 explores 记得S 就这样 跟一模一样 ok 所以我们就有了add.js 那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他能不能动 就是刚刚的node 然后去做一次add 去告一下 这样的话 你的add应该会是一个function 然后你应该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ok ok 应该还算好理解吧 那这是node.js的部分 你写你的语言 你那个语言的testing方式 可能会是不太样 但是大概概念就是 你写的东西 会是一个模组化 模组化 模组化的东西 那针对那一个module 里面的某一个function 去做testing 或是每一个function 去做testing 对那 不同module之间 会有dependencies 那dependencies 你不知道的话 相对都会去测到 就整个module的信价 去测试到 那确定说 小方权都没有问题 那大方权 或许应该就会没有问题 因为放 全部都测试过一轮之后 最后程式里面 会碰到问题 就相对会比较少一点点 ok吗 可以跟上吗 可以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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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等一下吗 那如果 你的这个module 可以work的话 我要开始写testing 的东西了 ok 好那来 其实testing很简单 因为我们testing 我们需要用到moca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先用npm install moca 减-safe 减-safe的目的是 为了让他帮我们写到 刚刚的那个package前json 这样以后在npm install 的时候他就会中和我们装起来 ok 不然 你会需要自己去打 说你的project里面 会需要moca这个东西 所以在你的 刚刚那个资料夹里面 打npm install moca-safe 有用 那他就会帮你把moca 装起来 然后就是你的底下 应该会有一个叫做 node module 的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就会有moca 这个module 这个module ok 那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在 node module里面的moca 然后里面的bin 有一支叫做moca的起档 ok 这样应该你可以 这样试试看 看那个moca是不是可以懂 ok 就是你先执行这一个 npm install moca-safe 这个时候你的 package.json 其实会多出这一段 因为-safe的关系 这边会跟他讲说 dependence is moca ok 那这样以后你在做npm install的时候 他就会帮你 他会去解析这个package.json 那他就知道说 你这个project需要moca 那他就在install的时候 顺便帮你把moca装起来 ok 那当你npm install moca结束之后呢 我再做一次好了 不然有点让这种路由来 你原本是没有node module的 ok 那这个时候你用 npm install moca-safe 他会自己去帮你安装 moca ok ok 那这样就装好了 那你要怎么去试试看 有没有成功能 用这个 点限限就是目前目录底下的node module 然后moca.bin 裡面的moca这支执行党 直接去呼叫那支执行党 这样就可以知道他是有装起来的 而且在你的电脑上是可以locker的 然後看到它有綠綠的字就是對的 那它是Node裡面Testing常常都是用 都會透過它,因為它創作還不錯 那除了Mocha以外,通常還會再依賴其他東西 比如說Shield,然後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對Node也沒有太熟悉,只是 其實還不錯,然後就稍微玩了一下這樣 好,然後再來,我們再講Testing Code怎麼寫吧 通常習慣是在你的資料夾底下開一個叫做.test的資料夾 但是因為這裡比較單純,我就會直接開一支叫test.js 然後裡面內容是這樣 你要使用add,就剛剛我們跟在Node裡面執行一樣 你需要使用add,那當然是先把它require進來 ok,那這一個,這個東西其實就是Mocha提供的東西 ok,那就是透過這一個assess... 呃,我問你了 覺得要拯救我一下嗎?怎麼練? assert ok,assert 對,要拯救他,然後去呼叫 assert.equal 那.equal的時候呢,他就會告訴你說你預期值是多少 這個是你預期的結果 那這是呼叫那個function所帶入的參數 ok 可以大家理解這個 就是describe,就是我稍微描,就是這邊是告訴他描述說 我這邊有一段相加的code要做測試 那,針對這個東西再一個描述說 這個require進去應該會是2 因為我呼叫的東西是1加1 ok 那這邊就會assert.equal 就是我期望說,我呼叫這個function後 我回傳值要是2 可以理解齁 這段code應該...不太難一點 沒有,給大家一點時間打到比箱 在node.js裡面就是透過forkart的話 通常會是,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做測試 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出來 那對於你在用的語言,該怎麼做測試呢 其實測試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光測試也都可以開一門課 對,那... 在你習慣慣用的語言裡面,該怎麼做測試 有什麼好的testing的framework或是工具 那...那就是各個語言領域的事情了 這邊無法一次做全面性的接收 那這邊只是挑一個node比較好上色 比較好解釋 所以我就挑它,做一次這樣 ok 有跟上嗎 其實可以... 把我的東西然後複製定的指標前套 那反正你都call回來了 然後就拖在sdp test.js 然後它附到你的目標底下 好 好 那...test的程式碼 是這樣子 有人還在寫嗎? 我還要提供到這個畫面嗎? 需要請舉手一下 那你提供到這個畫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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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023 對,我的帳號有數字 好臭 然後這邊有一個toswtester ok 那在這裡面 然後今天的slide其實是這一個report裡面 我都會用對話github上面 ok,這tosw這個project 那你可以直接從web的介面去把這隻test.js打開來 然後直接複製過去 或者是你可以透過旁邊的可動回來 透過這邊就把可動回來 給你clone,然後網址在這邊 右下角這邊 你就可以取得到這個testing的程式碼 那其實從影片裡面 也都有連結啦 這邊demo recall就是了 這個點進去就是了 這個點進去就是了 好,那就不等囉 就testing的code大概是這樣 好,那怎麼做呢? 剛剛我們有呼叫這一串東西 就是去測試說有沒有安裝成功 好,不是這個只要講 好,我要偷懶 我就把它分成過來 好,拿錯了 好 然後剛剛有點節線這串東西 去看它有沒有可以work 那其實因為它會自動去辨別 那個叫做test的資料夾 或test.js ok,那所以 這時候你剛剛就看到一個one passing 就是這個測試通過了 但是這樣好像不太清楚 你可以用-rspec 這樣它就會列出更詳細的資訊 -r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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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就告訴你說 這個測試通過了 那如果今天把它改掉 我根本測試寫的是錯的 我希望1加1回來等於3 那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它會直接翻錯 因為2不等於3 ok吧 就是當測試不通過的時候 它會把它的這些 這些stack全部噴出來 就告訴你說 哪一行發生錯誤了 那它預期值是什麼 ok 那當然1加1不會等於3 還是有1加1等於3 那數學系的會證明一下為什麼1加1等於2 ok ok 1加1等於2 ok 所以我們testing應該是要可以過的 ok 所以testing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testing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testing一個module 的情況就是這樣 如果只是testing一個很簡單的function而已 那當然如果你的function很大的話 也希望盡可能就是每一個function都去做一次testing ok 這個感覺就有點像 如果你有參加過什麼ASMICPC的競賽 那種程式相關的競賽 就是 我給你input是什麼 然後我預期output是什麼 對 就是這種情況 這種感覺 ok 那你就是那個function怎麼持續 我不管 就是我給你的input 給你output 那我預期重要是這樣子 那你要對 ok 就是這個感覺 好 可是 這樣子每次要像這個指令有點煩啊 很討厭 那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偷看一下我這邊package.json 其實就是把剛剛代行指令寫在這裡 其實剛剛在營業過程中 他有問你說你的testcode是什麼 讓我先偷偷複製一下 這邊其實他剛剛已經幫你預留了這個 testcode 就是 no test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 預設的時候 我並沒有告訴他我test要怎麼寫 ok 所以他幫你預留了這個 那 先把他原本的刪掉 然後把我剛剛 這個東西填上去 那保險期間 我給他一個 當名 搜尋tester 就他會自己去 他雖然會抓 但是保險期間 還是給他test tester ok ok 就把這一行加進去 等一行 把他加進去 在script裡面 tester裡面 我看了一本書 那本書 進去去看 剛剛你看了一點 裡面 有一本 什麼什麼 市場 原書 剛剛我看到 那本書 ok嗎 他幫你稱出來應該是 雙一豪來看嗎 雙一豪 雙一豪沒錯 藍紫色 就是把這段變 就 就 粉紅色的時候 轉變 直接換成剛剛 我們在指令一下下 那些東西 新一個女生看 看你會有不同的牆 是 好 應該很快吧 就複製貼上 你是買的嗎 好 那 寫了這個東西之後 有什麼好處呢 只要 npmtester 他就會自動去幫我們 call這段 這段的指令 因為通常有時候 測試的景點會更複雜 一定會需要測試更多的檔案 所以 testcode有更多 所以可能會多部調去寫 ok 那甚至 現在只是一行而已嘛 你可以把它獨立成一支 js ok 好 那只是tester 這個 function 所以你只要 你可以試試看 npmtester 應該也是呼叫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應該要去配合框件 ok 那寫在這裡的目的是 因為我們等一下 上那個 continuous integration system的時候 他會自動去幫我們 執行npmtester 這些事情 所以才要把它寫在這邊 因為等一下 他幫我們呼叫npmtester 那等於是 等一下上去的時候 他就會幫我們編譯 編譯之後 會直接做testing ok 那這後面等一下再提 好 npmtester 我可以過可 那就繼續下去囉 所以tester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感覺齁 再來就要講這個啊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就是 持續 中文是什麼 持續整合 持續整合 ok 這很多人寫build code 是噩夢對不對 呵 有人每次要寫這個東西 的build code 就是 痛苦 好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因為要vizos的東西 你想嘛 如果今天是一個 好 假設是一個android project 那有人pore request回來 那我是不是要先把它mudge看看 然後 執行看看 喔 東西可以動耶 可以walk 編譯得過 但是如果今天有100個人 跟你pore request 你要重複做這件事情幾次 100次 對不對 那 你要人工做嗎 好像 蠢蠢了吧 好 好 今天是一個團隊的時候 一個團隊 假設十個人團隊就好了 十個人團隊 那今天call m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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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雖然大家都在local測過一次 但是上次的東西是不是能walk的 或者是真的 到底別人編譽過 都是問好 ok 那所以 這邊 有興趣可以大家仔細把這篇文章看一次啦 這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不懂技術的管理者 可以看報表就知道 這是對於管理者的時候最爽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不用管那麼多 他看報表就好了 然後 開發團隊 因為其實 在open source開發就是 大家希望大家盡早 commit 然後盡量commit 然後盡早release 盡早open出來 那個叫什麼 上禮拜有講 我忘記了 有一句話 就是提早 就是盡早release就對了 然後盡早 就是大家努力 這樣才可以提早 發現一些問題 然後 所以 所以就透過這樣的東西 可以讓程式的周期 不會 白費一些力氣啦 那其實簡單來說 商品系統在做什麼 你靠上去之後 他會先幫你compile 那compile之後 他會幫你做testing testing之後 這個是 他先幫你就是先run看看 那如果可以的話 他也可以 你可以deploy 直接deploy到你的社會上 那deploy或是 deploy出去到某個地方 那之後 這樣就是一個 這個實驗的整合開發 也就是說 我們期望做到的事情是 在github有沒有 我push上去的時候 他就會幫我 跑過一次這個流程 他會幫我compile compile之後 做testing 然後之後 就這樣下去 其實重點是 這個testing 大家依賴的是 testing 對 那當然除了testing以外 就是你可以看說 這個 其他人的pore request 是不是有問題 好 那 那 這邊的sample是 這邊可以直接看好 就是他幫你 build testing 然後執行 承受7 然後自動deploy 還有知道不怎麼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事情比較乾 所以說我們有一份溫卷 我們現在先便發下去 大家有空的時候就可以便寫一下 這樣子 對 好 那反正CI system 大家還是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的sample 會是用 Travis CI 這一個 好 那 大家如果有github的帳號的話 應該直接點右上角 那個什麼註冊 應該可以直接透過github unstep就好 OK 就是你同意他用github github授權的話就OK了 好 那你這邊會看到那個 剛剛那個wizard drawer的project 的 因為我本來想開 可是 因為Defense 是一個Library 然後那個build code實在是 嗯 我不知道怎麼寫它 所以就先暫時放棄 就這個東西是剛剛那個什麼wizard drawer 這個東西 因為他本來的系統 他有做 他有做這件事情 那只是因為我加一個Library之後 會build不夠 然後我還沒時間去看他說 怎麼把它修好的 OK 那這是今天的demo OK 好那要怎麼讓 我們的project可以上去這一個系統 我在這邊開一個新的report 那剛剛的東西上去kit 然後大家可以開一個新的report 然後 可以接我 開一個新的report 然後 可以接我 開一個新的report 然後 可以接我看 這邊大家會用幾號嗎 其實就是去看一個新的report 然後把 嗯 喔 因為沒有任何東西 我先commit 剛剛的東西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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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ignore 是我不希望他把那個 no module 一起 因為module 他會在install的時候 自動會把 幫我裝起來 所以 no module 他其實不需要被丟到github上面 那這時候我們都會習慣寫一個叫做 點kit ignore的檔案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去 你看有沒有git status 這邊出現了 node modules 那這時候 kit status 那個no modules 就不見了 因為他被我ignore掉了 ok 所以通常我們會寫 pe the ignore 然後裡面的內容就是 那個資料加名稱 或是那個名稱 好 那我把剛剛code 扣上去 有看懂發生什麼事想 可以跟得上嗎 剛剛發生一串事情 就是我在github開了一個project 然後把剛剛寫的code 推上去到那個project上面 就直接推到github上面 可以嗎 可以嗎 有跟上嗎 可以嗎 開github project有問題了 歡迎隨時舉手 雖然我們時間有點緊迫 但是應該還來得及 或者是你可以問你左右的人 那其實github上面 他的說明之頁 還算 很友善 就是剛剛 當project還是空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說 你可以用哪些指令 把你的程式碼推上 OK 好 那 這是我剛剛推上account 好 那我要開啟 Travis功能的話要怎麼做 那你登入以後呢 這個 點你自己的project 點你自己的頭像之後 這邊會列出你所有的project 那剛剛呢 還沒sync到 你就按下sync now 他就會去跟github抓 目前你的repo 你的個人的帳號底下有哪些repo 然後他有抓到 然後他有抓到 然後那個demo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你就把它點on 就這樣 那on了之後呢 再去點這邊 這個hook at the mid page 這個 那個版首的圖示 點進去 那這時候他其實都會幫你做好了 其實應該都 我記得是他會自動幫你 這邊點一個打勾的有沒有 他就自動幫你把這些 需要填的東西填好 OK可以嗎 那如果你點進去 看到這個Travis 需要授權的畫面 你就點授權就對了 就像你Facebook授權遊戲一樣 遊戲就跟你說 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你的個人資料 我需要你的 email 我需要你的性別什麼資料 什麼資料 你都好不由於點授權 然後 Travis 一樣 他是透過GitHub帳號做登錄一樣 所以 你看到這個搜尋原本 你自己點確定就好 就是 他應該不會要你什麼特別的資料 他只是為了幫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 就直接點 OK 那就照我剛剛的步驟做 他就會幫你把這些東西填進去 好 那基本上 已經在 Travis 那邊 Enable了這件事情 可是這邊還沒看到 順便講一下 Travis 他是一個 CI 的 service 但是 他基本上是對 open source project 都是 for free 就是在 GitHub 上面所有的 project 都是 for free 那如果你是 private repo 的話 好像是可以收費吧 好像有收費還是幹嘛的吧 印象中 他覺得 等於我都是用 open source project 就在上次 好 那 我們可以開了 可是 他沒有任何動作啊 為什麼 你可以點一個東西 就是 在剛剛的 這邊其實有個testhook 你可以點下去 然後這邊他就告訴你說 他已經幫你 撥也過去了 然後你就可以過去看一下 對 還是依然沒有執行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其實你可以去看 Document 他會告訴你說 你要該怎麼寫這些 東西 OK 那今天在這裡就直接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這邊 投影片 下一頁這裡的 這個 Travis.yml 他會去看你report底下 這一支.yml的檔案 那這樣他還知道說 你用的程式語言是node.js 那你希望他用node.js的哪一個版本 去做 這些東西 去做 他幫你做便衣 或幫你做測試 OK 所以你必須新增一支 這一個test 就是新增這個 不是test啦 就是新增這個ymail的檔案 OK 然後你看剛剛 因為剛剛 filled 因為我還沒有任何 我沒有加這些事情 所以你就會看到 這個 filled 因為還沒有任何的 剛剛那個檔案還沒加進去 所以他當然會filled OK 所以我們就來新增這個檔案 回到剛剛project以下 偷懶了 直接用cp的 先載給大家看看這個檔案 檔名是這個 點開頭 然後travis.wml 沒有雙一號 這個 OK 然後 你就告訴他說 Language is Node.js 然後Node.js的版本是這裡 就這三行 這邊有一個檢號 這三行 就這三行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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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懶 把它複直過來 然後就 再看一下 就是整個檔案 這樣的東西 就一樣這三行 那 把它 add進去 然後這時候 可以push 那 你也可以從網站上看到 他這應該會 跑出filled 就是剛剛 因為他營技沒有 代表說他已經有 有嘗試跑過一次 但是失敗 好 這邊已經投上去了 然後 對 剛剛有filled 剛剛有filled一次的紀錄 因為我還沒有找到 他還沒有 他這裡就告訴你 could not find ok 所以他雖然clone回來了 可是他找不到任何東西 他嘗試用ruby去做 但是 他失敗了 好 那剛剛把could push上去 我也需要等一下 好 因為 他就是一個自動化的系統 我push上去 所以他剛 我什麼都還沒按 我還沒按什麼東西 他一自動開始動了 所以 就可以看得到 他去把我的project clone回來 然後去執行 npm install 因為他知道要做 他知道要做那個 他會把你東西checkout出來 然後npm install 那剛剛install 其實我們就有寫說 我們要裝mocop 所以就已經寫進去了 那當他做完之後 他幫你說npm test 那這裡就出現了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 已經pass了 ok 所以當你有任何的push 新的push進去 或任何人pro request 針對這個 或者做pro request的時候呢 他就會幫你做一次 就是進行這個檢查一次 ok 就會幫你test一次 然後嘗試變異看會不會過 那如果不會過的話 其實 你可以叫那個送的人 來看看說到底是為什麼 那其實當他pro request的時候 他有會發現說 啊正面變過 那可能人家也不會熟 所以這邊 ok 所以這樣就是view過 就是time 測試成功 ok 可以看 可以用了 好 這個就是ci system的用處 所以剛剛成果應該有看到就是 會打勾 這邊會打勾 所以說就是為什麼管理職人 才會愛這種東西 因為他只要看 哦是綠燈 哦這個東西是好的 ok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呵呵呵 沒有一個更直覺的是 他有一個東西叫jenkins 就是 因為 剛剛jervis他只針對open source project 那通常如果你是公司內部 或者是 你只是想自己玩玩的話 你可以用jenkins 那他也是 一個ci的 的 sub system就對了 那 這更直覺啊 啊 請貼的就是 哦這個project沒有問題 欸然後下雨天 就是 啊這個project已經壞很久了 就是他更有點編 然後他大來一語就是 完全fail了這樣 所以就 這更直覺更明了 更明白更明了 那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在每一個build過的都會留下紀錄 這邊都有build history ok 所以你可以去 假設你是 假設Android好了 Android最後產生什麼東西 APK嘛對不對 就是我們 Android寫完之後 那每一次編譯後 都會出現一個APK 那每一次build過後的執行 就是 the binary檔案 你可以想像就是 如果是點C的話 就是執行過後就點E1 或者是任何點 那個EOF檔案 那如果是Android的話 最後會 會產出一個APK嘛 那他會幫你把每一個APK都留下來 也就是說你今天 呃 我build的 build的 假設 我們看這邊的圖好了 像這一個嘛 這個的話 假設這個回合9 這個build789 build789它是通過的 可是 它雖然是過的 但是實際使用上它有些BUG 那我要去追溯說 它是哪一個版本才出現的 所以你就可以針對它每一個 幫你build出來的版本號去追 所以就是 哦 我去build780 哦 780這個功能還是好的 所以一定是780到789 這之間某一個commit 造成說 產生某個BUG 所以這時候 你就不用去 每次在那邊checkout 某一個 checkout到某一個 時期的版本 然後自己再重新編譯一次 那太痛苦了 你就直接上來這個系統 把那個APK下載下來 那你就有得用了 OK 就是這樣 好 所以 現在是跟大家講到這裡 那再回來 談論一些問題 就是 出現錯誤會不會經理分類 會 剛剛issue tracking 就已經分類了 有很多label可以選 對 所以可以這隊 很多bug進行分類 好 然後這裡 我們不會有QA團隊 OSA的專案發展不像公司一樣 會有一個QA團隊 負責做測試 但是會有幾個 committer或是一個管理者 去做這件事情 那他錯誤率會不會偏高 有想法 針對這個問題 我不得不說會 因為像 noverkit好了 他有還蠻多的bug 那真的很多時候的bug就是 不知道 就是可能沒注意到 那很多是小小的bug 對 那 新的open source project 他一定 錯誤率可能會稍微高一點 但是 因為他是open出來的 他會被大家所關注 所以久而久之 這件bug 我相信他會是被修掉的 因為我們有很嚴謹 我們有相對很多 有雙眼睛在看這些code 不像以前closed source的project 欸 我的XP down掉了 可是他死在哪裡 我想要追都追不到 OK 那你只能報給我 每次都按 回報不回報 大家都點什麼 不回報 因為你也知道 回報沒有任何作用 OK 但是 在分數的圈就不一樣 就是 今天我踩到這個雷了 開issue 就叫他去撿 對 因為 就踩到雷了嘛 那希望他 希望開發的把他撿叫 開issue 所以 透過這些工具 這些方式的話 我們可以慢慢降低這些錯誤 可以讓一個東西變得更嚴謹一點 更穩定一點 更穩定一點 好 那就是到最後一個階段 維護階段 所以好像一直在重複一些問題 因為其實這些工具就是 就是這樣子的嘛 所以大家了解這些工具之後 會知道說 生命周期還有人體品質 怎麼去保證它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branch 不同的branch message 就是最穩定的嘛 它絕對是release數據最穩定的 那內部測試就是developer裡面 那大家測試 大概開發feature 就在feature branch裡面 ok 那所以說 我們在release東西的時候 就release數據嘛 那大家去做使用 大家去做測試 就是大家去做使用 對 那 其實就透過剛剛那些東西啦 那所以說 就是盡早release嘛 那這個release數據之後 大家就會使用嘛 去測試嘛 那就會發現bug 那大家就努力回報 回報就修 就這樣 那甚至說 我剛剛今天踩到這個bug 然後我會修 那就下台才去修啦 那所以說 短的生命周期 有短的生命周期的好處 這就是不得不否認的啦 對 但是 短的生命周期 或許會讓某些東西 情況的錯誤力變高 但是 有它要好 有它要壞 但是 就是在中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吧 對 好 然後 再來是 開發者和使用者 對於專案人體 像我們有宏觀的軟體架構的話 往後在 系統整合或維護上 是不是相對困難 有想法嗎 因為我想法是這樣子 因為 大家對於 一個東西的架構 真的就像剛剛說 很多時候剛開始是一個雛形 那 當這個雛形越來越噁心的時候 就會有人去把它重構 那重構之後 當然它會相對看起來有架構一點 OK 但是 就是 我相信會去join開發人 基本上都會有些追扣的概念 就是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程式語言該是 它該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構 它的project目錄底下 大概是怎樣的結構 那你要怎麼追 其實 只要你有一點程式邏輯的話 應該 對於這種架構的維護 其實基本上 我相信是都還好的 對 只要它那個project不要太噁心 就是 呃 繼承來繼承去 或是多重繼承 那就 對 那就應該還好 所以只要架構不要太噁心 就是它原本想架構太複雜的話 應該是只要你會追 應該是不是太大問題 好 所以 會照很過多的時間嗎 上台 有時候很花時間 但有時候其實 還好啦 就是 因為 碰到issue 那就有人想要解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就 還OK 就是 open source就是這樣 就是 很自由 很free 那 我們有看到很多很成功的project 對 Ninx Gernot 或者是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對 雖然它越來越過分了 OK 那總之就是 雖然有些時候會造成很多時間的花費 因為一個issue 雖然 雖然被開出來 可是沒有assign到任何一個人身上 或者是project owner根本就像 不是他 或者像我那個project 我有一project 可是我隔五天 那個project owner 三天前還有kamiko 可是他不是我的project 對 但是 嗯 總之 自由的軟體就是這樣 我們很自由很free 那 也很明顯很多時候 我們也可能 創造出一些很神奇的結果 像G0V有很多很成功的project 那也都很多是based on Open Source的上面 OK 所以 今天那個人 反正 你像以前的軟體開發 很多時候就是 你會被一個人卡住 就是這個東西 那個負責人 不寫 那你後面的人 就是沒有辦法接他去開發 可是Open Source不會 因為今天 他不寫 那好啊 另一個人看到這個問題 我就需要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下去寫了 所以 所以 有他的解決方案的啦 所以 今天 經過今天下來 上禮拜大家聽完之後 其實希望就是讓大家 實際動手練習 步出行動吧 就嘗試去使用一些Open Source Project 去開個issue也好 你真的碰到問題去開開issue 那去跟一些開發者做討論 那 就算你英文不好 你用Google翻譯 去翻出來 複製貼帳過去 也還OK啦 或許人家還看得懂 對 就是 雖然大家就希望以英文溝通 然後就像 NoWK上面有人留中文 因為 NoWK的 partner owner是中國人 對 然後所以就有人用解體中文 在開issue 然後那個partner owner就說 請你用英文 這是國際狀態 請你用英文 這樣大家還看得懂你在說什麼 對不對 其實基本上希望你用英文 那 我英文不好 對我英文真的也不好 就是文法很大的問題 但是 沒比他還 就人家還是看得懂 還是有文法溝通 所以不用害怕這麼多 就是 你要踏出那一步 實際去做點什麼 OK 那 那今天大概就這樣吧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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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